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孩子想要拥有他自己的人生 但是父母不愿意让他拥有 很多时候我们要回头头来问父母 到底怎么了 很多父母啊 他们的人生也被他们的父母抢去了 甚至他的工作 他的婚姻 他的人生的很多重大的事件 都是父母决定 他都按照父母的意思 甚至父母叫他不可以跟这个人结婚 他就没有跟这个人结婚 父母安排他跟另外一个人结婚 他也就按去做了这个事情 父母叫他去念什么他就念什么 父母叫他去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 然后他做的事情都不敢违背父母的心意 那他这样长大 他这样开始他的人生 结婚生小孩 甚至养育孩子的过程 父母参与也都很多 所以他的人生完全是被父母自卑 现在他的小孩要从他的手中独立 你说他可以当他独立吗 所以呢 他把自己的人生 典当给父母 他就要拥有他孩子的人生 所以他没办法让孩子长大独立 脱离父母的掌握 所以孩子要交一个对象 父母要做主 孩子要做一个工作 父母要出意见 父母要主导 那这个孩子如果不去做父母要他做的工作 不去跟父母希望他结婚的对象结婚 那父母就会觉得这个孩子叛逆 你这个孩子不孝 这个孩子这个不是一个好孩子 那如果父母是这样 那这个年轻人他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 父母要有一种自我觉察 就是发现当你的心里是这样的时候 不是孩子有问题 而是你有问题 你不是在帮助孩子 你是在伤害 你是在妨碍这个孩子 那你要回过头来问 到底我怎么了 那你要去把自己的人生找回来 而不是去抢夺孩子的人生 如果孩子的人生也给你了 不管是被你抢来的 还是他自愿的奉献给你 缴械投降给你 那这个孩子他将来长大了他怎么办 那他是不是再往他的下一代 再去抢夺他的下一代孩子的人生 所以到最后我们都变成了什么样的人 我们都是拥有自己的躯壳 但是活着别人的灵魂 所以我们都变成稻草人了 对吧 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分开的 那我们这样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人生呢 我们希望这种人生在我们的家庭里面 一直继续下去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开办很多父母学习成长 不是只有很小的孩子父母要学习 其实很多大孩子 孩子都很大的他的父母还是要学习 否则你不知道你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你好像你很努力 但是你永远都不快乐 然后你对人付出很多 但是人家对你抱怨很多 为什么你这么爱他 但是他这么害怕跟你靠近 那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去了解 到底怎么了 你对一个孩子从他出生到长大 你这么样的尽心尽力 但为什么到最后孩子跟你之间 好像成了一个绝缘体 成了孤立的岛屿 他不让你靠近 他也不愿意靠近你 然后他跟你隔绝 他的生活 他的思想 他的感受 他不让你知道 你千万百计的想要知道 他就是不让你知道 嗯 那我觉得说 这个之间啊 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做父母的人 你有没有找回那个真正的自己 嗯 还是你很久很久以前 你就失落了自己 然后你把孩子当做自己 嗯 你不是在过你的人生 你是在过孩子的人生 是 所以 这么多年 你陪着孩子长大 是 但是 你看见的 你 你听见的 你想要的 全部都是孩子 嗯 而你没有自己 嗯 所以呢 现在孩子长大 孩子 他要过他自己的人生 但是我们没办法 因为我们没有人生可以过 我们也不让孩子 独自的去过他的人生 你要继续的去参与他 嗯 所以孩子不让你参与的时候 你就呈现非常的恐慌 非常的焦虑 嗯 甚至非常的愤怒 嗯 你觉得 觉得孩子对不起你 你觉得孩子背叛 嗯 那你觉得你有权力 继续对他 嗯 不断的去操纵 不断的去控制 嗯 那我觉得说 这个 不是 单一的事件 不是 我刚刚讲到的少数人的家庭 嗯 其实 这样的比例 在我们的今天的社会 它还不少 是 哦 就是 是 失去自己的成年人 嗯 他没有办法 允许 支持 哦 他的孩子 就是 擁有自己 那这个成为我们 家庭 很多 困境 甚至悲剧 的来源 那我今天提出来 我觉得说 有这个困难的 家长 真的要 寻求帮助 嗯 rjliu1126 小老鼠 gmail.com